今年2月份在吉安的浩克艺术村精心规划了乐化时期美术连展 由陈佩斐老师和同学们展出100多幅的作品 包括油画、压克力、水彩、素描、粉彩、色铅饼等等丰富的创作 主题涵盖了宠物、家人还有自画像甚至于是天马行空的创意 展现出吉安乡文化向下扎根、多元艺术的幸福城市风貌 今年2月份吉安浩克艺术村精心规划了乐化时期美术连展 由陈佩斐师生展出100多幅多元的美材作品 包括了油画、压克力、水彩、素描、粉彩、色铅笔等丰富的作品 创作主题涵盖了宠物、家人、自画像甚至于是天马行空的创想 展现出吉安乡文化向下扎根、多元艺术的幸福城市 乐化时期陈佩斐老师的师生连展 第一次在花莲展开这样的一个分享 谢谢来自于五十几位的学生 百件以上的画作呈现在浩克艺术村里面 谢谢社区大学所有的师生来挹注吉安乡的艺文跟能量 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们能够把握一个月的时间 在浩克艺术村里面享受画作的氛围 从画作里面看到了小小孩到大人以及影法的长者 看到了子孙琴 也看到了家人的能量以外 更看到了天马行空的创作跟个人的一个思维的展现 所以精彩在浩克艺术村里 这次乐化时期美术及社区大学陈佩斐师生连展 由25位小朋友和32位吉安乡亲 以及社区大学的同学共同来参展 陈佩斐老师表示 有部分学生学习时间不长 不过有这次画展表现机会 大家都十分的兴奋 而在学画路上更是增添了更多动力和热忱 希望可以把绘画发展成为全民运动 同时他也感谢乡长游淑珍 大力支持吉安乡的艺文发展 提供这么好的场地来举办展览 让乐化时期美术般的大小朋友们 可以展现属于他们天马行空的艺术作品 也希望借由这次的艺术展览 可以吸引全国游客造访吉安 来进行深度旅游 带动观光风潮 借旅会吉安乡报道